因为当我们今天在分析浏览者浏览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会跟时间会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像我现在我大概就可以分析出来 来说我有很多张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可以发现这个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网页 或者是首页 这个应该是大数据分析 好就是数据分析 它可能扮演的角色呢 在这里面是看到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再加一个好了 这是大数据分析 跟这是资料分析 好 大致上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情形是成长 那如果你在继续往后面看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成长 后面的这些数字 就是成长的幅度就是有限 这都可以来去做一些 就是说去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各个网页 然后被浏览的次数 来去知道说 我们的网页应该再怎么去做修改 或者是哪些网页要再增加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或者是在这些讯息 这些讯息 的原因